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号对中东紧张局势表示关切 他同时表示不会改变向中东派遣海上自卫队的计划 同一天韩国总统府青马台召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常委会紧急磋商 议题包括韩国是否向海湾派兵 安倍晋三6号首次对中东局势表明看法 他表示日本将继续付出外交努力 避免中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他还提及日本向中东派遣海上自卫队的计划 按示日方将岸员计划推进实施 去年12月27号 日本内阁批准向中东地区派遣海上自卫队 执行为近一年的任务 根据计划 自卫队舰机不会靠近霍尔木兹海峡 而是将在阿曼湾 阿拉伯海北部 以及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 执行信息搜集 保护航船等任务 另据韩联社报道 就美国试图在海湾水域 组建所谓护航联盟的号召 韩国政府正在斟酌多种选项 以确保中东航道畅通 选项之一是分阶段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舆论先前预测 韩国可能将正在亚丁湾执行任务的青海部队 转派至霍尔木兹海峡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因朝美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 韩国需要促成朝美回到谈判桌前 韩国政府不得不摆出以某种形式 响应美国派兵请求的姿态 但如果韩国派出兵力 可能导致韩衣关系恶化 甚至有可能被卷入战争 因此政府就派兵问题 持谨慎态度